很多老師傅都退休 之後的師傅都做不回原本的味道 但那個味道我們是不會改變的 都是想讓他們吃幾年之後都好 都是吃同一個味道 糧果酸酸甜甜的滋味 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 阿立在香港超過60年的糧果店 腰鳳除了傳承了舊情懷、老味道 也順應潮流、另闢身的路向 推出不少聯繩產品 一步步地打入年輕人的市場 保持這個傳統老情懷的感覺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核心的理念 當然創新這部分我們都會做 但其實最主要是我們保持以前舊產品、舊味道 其實很多貨品都我們盡量想保持得越來越好 有時候最困難是要保持舊有的貨源 對以前的老師傅那個雞仔餅 它的口味是又香 它的蛋味很重 還有很脆口 但很多老師傅都退休 之後的師傅都做不回原本的味道 所以我們都做了很多次 才貼近以前的感覺 雖然老實說我都有些傳統食品 我不是太適合我的口味 就好像黑芳白鮮果和青芯果 最主要都是老顧客 他們從小時候開始吃起 所以那個味道我們是不會改變的 都是想讓他們吃幾年之後都好 都是吃同一個味道 創業難 首業更難 尤其由新一代接手 腰縫除了一些分店 大灣潮流和復古結合的裝修風格 還將經典的舊元素 造成新包裝 亦研發了更多的零食口味 我們現在會和不同的 有前例的本地品牌合作 推出不同貼近年輕人的產品 開拓不同的客源 令到品牌年輕化一點點 主要想由一些新的產品 引回他們去認識我們的品牌 和一些傳統的食品 現在大家都會上IG去看 有些可能比較熱的品牌 我們就發封信給他們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來談 那三種就是我們今年 和田同輝有合作的雪糕 它的山楂是用我們自己的山楂 杏仁碎也是用我們的杏仁去做的 它那個蘋果就是用新鮮的蘋果 去製造這個Gilato 另外那兩種是 陳肥朱古力橙就是用我們的陳皮 它是一種有年份的陳皮 再加上水去放進去 最後那種水蜜桃就是 其實本身水蜜桃是我們年輕人比較喜歡的 所以就做了一種水蜜桃雪糕出來 我們今年也有和本地品牌合作 Fresh Coffee 山楂咖啡 一杯是華莓檸檬梳打水 由今年年頭開始 在中環街市有個新年的BOOF 有和不同的品牌合作 做一些不同的產品出來 我們由三個方面入手 就是衣食住 衣服我們有製造衣服和T-shirt 住我們有製造一些地毯 製造一些Pocket Sheet 還有一些香薰牌 其實我們最重點是關於食方面 做一些Skones 雪糕 蛋卷 反而舊的顧客很喜歡我們新的產品 因為他們相信我們的產品質素 所以反而他們是最支持我們這些年成產品 除了尋找新夥伴 腰封其實都和舊夥伴 一起商量創新的大計 有和舊供應商一起去交換一些新的idea 去製造一些新的產品 例如我們有一隻山楂條 因為我們都看到有些可能 沉皮朱古力有潛力 所以我們都試著 將不同的產品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之後會有一隻叫沉皮山楂條 它主打是沉皮的那種甘味 再連上本身山楂條的酸甜味道 尤其是沉皮山楂條的酸甜味道 也有很多地方 因為我們都看不出 這隻有否,有多種理由 為我們是沉皮山楂條的優伴 這個地方有很多地方